台湾这个邦交国死咬,不与大陆建交。 自上月底多家境外媒体称中国大陆叫停赋范蒂冈, 帕劳团体由开始,台媒纷纷担忧大陆此举与政治有关, 是借此施压台湾所谓邦交国。 台湾与帕劳的邦交关系受到持续关注, 为此帕劳驻台大使近日则站出来保证, 称不会转与大陆建交。 据中央社16日报道,帕劳驻台大使奥克利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, 大多数帕劳民众都希望与台湾维持关系, 就他所知,帕劳总统也希望加强与台湾的关系。 帕劳与台湾于1999年12月建交, 奥克利表示,双方从外事,拓展到医疗、 教育与经济等领域的交流,双边关系非常稳固。 据中央社报道,记者问及帕劳总统汤米·雷蒙杰所早在今年7月 曾对媒体称赞中国大陆,并称愿意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, 奥克利解释,我们的总统是有名的环保倡议人士, 气候变化也是帕劳很重视的议题, 但那不表示我们是台湾友邦的立场会改变。 奥克利强调,帕劳不会专与大陆建交。 他还举例称,今年9月、10月是, 中国大陆的海洋研究船在帕劳专属经济区之外作业, 曾向帕劳提出请求进入帕劳海域进行补给, 但帕劳并未同意。 因为无法确认船只是否确为研究船, 为了安全考量,帕劳拒绝了这项请求。 奥克利说,奥克利介绍,台湾在许多方面协助帕劳发展, 每当自己回国时,都会接受广播电台采访, 访谈中他会介绍台湾,希望外界了解台湾的发展, 来拓展台湾国际能见度。 奥克利还指出,目前帕劳共有41位学生在台湾读大学, 其中34位是奖学金学生,另外7位试则费来台就读。 根据台观光局统计资料,2016年台湾旅客赴帕劳共有约14200人次。 另外,台当局还宣布明年起台湾与帕劳将增加更多直航班机。 11月底,多家境外媒体称中国叫停赴梵蒂冈, 帕劳团体由台媒纷纷担忧大陆要借此施压台湾所谓邦交国。 奥克利则在接受采访时指出,为顾及帕劳的持续发展, 帕劳总统雷蒙杰索其十两年前就曾减少中国大陆赴帕劳的航班。 另外值得注意是,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原定于今年下半年访问帕劳已巩固邦意, 但至今仍未成形。台媒曾认为,台湾与帕劳的关系显然已出现变量。 事实上,上月底针对媒体议论的大陆禁邮令,外交部发言人曾指出,并未听说过有关情况。 环球时报当时也分析称,由于范帝刚,怕劳军未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, 所以其原本就不在官方发布的《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》名单中。